詞曲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valu整理 曲 李宗盛 成 詞 visionary 詞曲 李宗盛 當 Oft 吉爾 立遞 風 沉orry 追過 我越来越难 还有我心为何应做到 三君起劫我风向 说过了自己没有归程 我无论是否成功 让一生热血同一颗远游 其他无足尽重 接下多少次伤痛 要换我千年为梦 看海峡巨浪排空 分析中华英雄 时代光荣 今生多少次伤痛 我身中终之城城 看海峡风平浪静 两岸半夜星楼 我时代光荣 看风平浪静 我时代光荣 我倒觉得朱首摩 对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 他可是纯王爷的人啊 咱们得给陈王爷个面子 而且他管理营务 管理得井井有条 所以咱们打起仗来 才不至于有后顾之忧啊 对 起什么 差不多就准个结尾吧 绝帅 您的儿子还有朝代都身先士卒 这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重创法军 您现在写折子 向朝廷既不宝举他们 又不推荐他们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曹志忠跟张高原他们 您 亲者言 书者宽 这个道理谁都懂 可要认真做起来 还是真难哪 就知道是从我开始吧 绝帅 您为了弥补 这乡怀之间的矛盾 这种做法也未尝不可 可是您不担心 怀君会心寒吗 都这么多年自家的兄弟了 到这个时候 只有委屈自己了 叔爷爷 马来师园 已经把船都准备好了 好 托恩啊 赶紧把信封起来吧 记着啊 多国几层油布 免得弄湿了 费劲哪 真是太费劲了 台湾哪 没有电报实在不行啊 巨帅 听您这意思 这张一打完 您就不打算离开台湾了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夏天 居然在海上还能看见鸽子 没准这是刘明船 向张佩伦报信的使者吧 这些鸽子是向北飞的 也许是给他们的朝廷送信 大概刘明船 更希望马尾变成一片火海 这一次我们不能硬碰硬地打了 将军阁下怎么突然这么说 你不是 没错 我认为要获得胜利 没有比进攻更有效的办法 但是 在基隆我们消耗了不少的战斗力 而且在打掉马尾之后 我们不能不做出适当的考虑 将军 那您的意思是 你们难道忘了 马尾船厂是我们法国人帮助修建的 我们当然要进入港口了 就像进入我们自己的港口一样 那如果守军开火怎么办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将被马尾的上百门海岸炮炸得粉碎 不 我们将率先开炮 那么他们的大炮 将在发挥威力之前变成废铁 那刘明传 中国的将军都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绝不率先挑起事端 大人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立士笔军舰 先后开进我港口 刚才的炮声是向他们致意表示欢迎 大人 大人要早做准备呀 不 为大将者不能临阵慌张 大人 李中堂大人的电报 右桥吴帝 文报 法军激龙受挫 现向你处开进 速做准备 提防法军突袭马尾 然 切记信自我开 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我们万万不能开第一炮 人家打咱们 咱们也不能还手 为什么 枪对枪炮对炮 我们是打不过人家的 中堂大人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倒是应该早做准备 当年赤壁之战 曹操采用庞统的连环剂 那是个多好的办法呀 可惜曹操不能因地质疑 积权而变 如今我们倒是可以借鉴一二啊 大人 愿闻其详 如果把我们所有的船只 首尾相连 形成一个圈 把敌剑围在当中 虽然在枪炮上 我们不能跟他们来个硬碰硬 但这船和船之间 来个硬碰硬 他们还动弹得了吗 然后我们的炮台再万炮齐发 法兰西的舰队 就会在这马尾港湾 变成一堆废铁 果然是妙计 张大人 您真是当今的曾文正宫 大清的诸葛武侯啊 难怪李中堂都赞不绝口啊 可是 你身为将军还是赶紧准备 我和何章二位大人 大人 如果我们把军舰都连接起来 这更集中了敌人打击的目标 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的作战部署 这可是被动挨打的真事啊 真是无将见识 这打仗不能光靠教条啊 只有出其不意才能置敌于鸡仙啊 是啊 这样的做法的确人家想不到 可是一旦明白了 马上就会有对策呀 等他们发现 我们岸上已经是万炮齐发了 这还叫张大人啊 敌人会用快炮打击我们的舰队 不用半个时辰 我们的士兵就会成为敌人的炮侠之鬼啊 张大人 您的计策要三思啊 你们这些个武将就是不懂 这打仗不是简单的枪炮来往 这打的是智慧 这是在万国功法之下 要找他们的漏洞 又不能受人以稙 还得先发制人 二位大人 你们传令 对法国人以礼相待 绝不能让他们说出咱们的不是啊 大人高见 李鸿章奏折 转成熟里驻法公使 李凤包电报 知道宣战在即 建议加紧谈判 站着说话不要疼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种凤凉话 亲爸爸 我的生日快到了 我都成大人了 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呢 是啊 是该庆祝一下 可不是时候啊 你呀 接着念你的狗屁奏折 李鸿章建议 越南的刘永福君 仍然不能使用我 大清绿营旗号 这李鸿章 他到底是站哪边啊 到底他是主战呢 还是主河呀 张之洞奏折 建议派兵入越 牵制法军 皇上 你看看 正敢是跟法国人打仗 你说你这生日 怎么过得好呢 这些不中用的奴才 谁让我过不好这个生日 我就让他不得安守 呦呦呦呦 这要成人了 还真添了不少火星 兵老佛爷 李鸿章转成台湾飞鸽传书 报喜孩报丧啊 回老佛爷 报节 基隆首战告节 刘明传重创法军主力 这个刘明传真厉害 这就是咱们国跟法国人打的第一场胜战 这就是给朕最好的受礼了 我说这刘明传哪 还真跟我长脸 好 难得皇上今儿这么高兴 皇上啊 咱今年这生日得好好过 亲爸爸 我现在就把刘明传进贡的小火车 搬出来玩 成吗 成啊 来啊 下旨 大力褒奖 刘明传和守卫台湾的有功将士 这 赏他个大大的官 这 先让总理衙门召会各国公使 抗议法兰西国边谈边战 再给曾国权下一道颜旨 坚决不准给洋人赔款 这 古巴将军 这是给您备下的一些慰问品 现在我们福建传政局的乐队 也可以演奏西洋乐曲了 是的 本来我们的最后通牒 已经过了最后期限 我们的军舰又来接我了 这也算是我又一次给你们的最后通牒了 我告诉你吧 我血战沙场的时候 刘明传才不过是一个范思岩的小混混 你连我大清这样一个决策都打不过 你还跟我谈什么最后通牒啊 好 那咱就战场上见 谁怕谁啊 冷静太后不一定会拒绝最后通牒的 古巴如此对待我们的示好 真是岂有此理 这分明就是挑衅 这样一来 我们如此备战 难逃一劫呀 古巴不过是一介武夫 他还是得听政府的 现在法兰西在欧洲是公认的礼仪之邦 法兰西政府不会在和谈期间让他胡来的 万事何为贵 李中堂大人也是这个意思 如今我的妙计 已经让古巴无计可施了 到时候他肯定退兵 他们离家千山万水的 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不能总在海上飘着吧 就这样简单的道理 还让我再跟你们解释吗 以后这军政大事 你们就不要再多问了 笑话 我怎么就不敢拒绝这最后通牒呀 今天咱就出这口气 皇上 这是洋鬼子向咱们挑战的战书 你呀自个盖个玉玺 盖 以后啊 只要他们打了胜仗 你就可以玩小火车 亲爸爸不让我玩物丧志 孩儿心里是明白的 等到刘明川凯旋 我再玩小火车 你难得这么懂事啊 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唱大戏再玩一回小火车 当然可以了 只要刘明川张佩伦他们 在前线打了胜仗 你就照样可以玩小火车了 我希望他们天天打胜仗 对了 您为什么独独不赏刘明川呢 那是因为只要是他请供我都赏了 这就是对他做一大的奖赏 明白了吗 嗯 嗯 你到这儿有三天了 说了没八遍也有十遍了 你累不累 你先回去 醒三的意思我明白 大人 爵帅特意叮嘱您 一切立足于打 绝不能松懈 又一遍 我是说了很多遍 可是您连封信也不给爵帅回 这让我怎么回去交代 写回信可以 可这不是醒三的意思啊 这 这醒三不明白吗 这法兰西兹拿破仑以后就没有打过胜仗 你就是借给他几个胆 也不敢跟我大清全面开战 不过就是骚扰骚扰几个地方 到台湾也不过是弄点霉 又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 大人 你赶快下去开炮吧 这怎么回事啊 法国人开炮了 不 不可能啊 这是不是有误会啊 法国人不能不宣而战啊 大人 你好自为之吧 我先上炮台了 告辞了 大人 您多保重吧 我回台湾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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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个误会啊 张佩伦 是否还在欣赏我送给他的诗呢 这样的战斗容易的让人不忍心下手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将人 刘明传只是一个特例 如果我们直接进攻大陆 那多么让人激动啊 你听到了吗 这炮声 让我想起了欢迎的礼炮 我们的厉害 江姐 我们可没有那么多的军匪开支啊 总之 进攻是没有错误 绝对正确的 我们最终还是应该向北 再向北 到天津唐沽 然后是紫禁城 其他地方没有获得煤炭补充的可能 阁下只有基隆 是最近的煤矿可以获得补充 不然即使我们到了大谷口 也已经无法动弹了 黎世比 你学会研究问题了 很好 那就让我们再和刘明传较量一番 你们想过没有 台湾很像我们的可西家党 您是不是在担心刘明传和那些台湾人 像可西家人一样顽固 哦 可西家人因为养育了拿破仑而自豪 如果 柳明传动员了台湾的土著和所有居民 那么 我们想战胜他们 就得让他们看不到一个拿破仑的诞生 不能让他们有精神领袖 难道将军对台湾还有领土要求 我们的政府也只不过是想聚地为志而已 是吗 好吧 好吧 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 上一次的失败是一个教训 为了能彻底解决刘明传 我的舰队先到越南补充机 这是怎么回事 张佩伦的乐队还没有被炸掉 怎么回事 张佩伦的乐队 张佩伦的乐队 这是个很少的问题 张佩伦的乐队 张佩伦的乐队 这是个很少的问题 张佩伦的乐队 很难得 张佩伦的乐队 最后通牒的时间 看来对于贵国而言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你们的舰队 昨天下午 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 突然袭击了 我国福建马尾传长 什么 你说什么 我看巴登多先生 我们的谈判就此为止吧 叔爷爷 叔爷爷 是袁姑娘回来了 是袁 孩子 是袁呐 我的孩子 你可回来了 绝帅等你都等疯了 孩子 爸爸 孩子 爸爸 小将军呢 他去找绝帅去了 孩子 来 让爹看一看 没事 我就是两天没吃东西了 来来来 快弄点东西吃 快 孩子 绝帅啊 孩子 你替我受苦了 是袁愿为绝帅受苦 是袁愿为绝帅 是马尾大木船 船头阵海木 我捡回来了 给您看看 马尾出事了 你 你 绝爷爷 我 我 我刘明川有罪啊 有罪啊 有罪啊 绝帅 不怨您呢 我一如一时的跟张佩伦大人讲了 他 可他就是不听 还说我不懂事 还骂我 这不是你的错 这是我的错 我的错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福建水师地朝上 马尾船长也完了 我们拿什么跟法国人拼 你们这些御前大臣 军机大臣 总理衙门大臣 六部九亲 汉瞻科道 这时候 怎么都装聋作哑啊 灰太后 依臣看 现在只有向法医宣战这一步棋可以走了 绝不能软弱 可我们行吗 我可不愿再重温咸丰朝噩梦了 好端端的一个圆明园 洋人说烧就给烧了 就是英国人法国人干的 这法国人 早知道他们不是个好东西 跟法国人决一死战 这战胜了呢 当然是皆大欢喜 这万一 唉 你们哪个叫我放心哪 我可不愿意大清国毁在我手上 请太后马上召告天下 向法医宣战 主动向法国宣战 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讲和 臣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各省的邪想到的太慢 刘明传孤掌难鸣 法国人打了马尾 自然还要攻打台湾呢 太后请拿个主意啊 太后 我还是那句话 咱大清不能永远屈服洋人 与其赔款 不如把赔款的银子当战费 与法医周旋到底 嗯 说得好 左宗棠这几句话 倒是像那么回事 那就对法医宣战 告诉刘明传狠狠狠地打 打出个样子来 长长我们的志气 你们现在都知道极了吧 这不是雨后送散吗 有什么用 倒是人家刘明传有板有岩打得不错 争了点光 告诉各省 再不动真格的 问问他们 顶得还要不要了 正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基隆首战 军民用命 重创法仪 杨国之威 月振之心 禁依刘明传所奏 佳恩赏赐孙开华 齐都未侍职 卓派帮办台湾军务 赏穿黄马卦 卓李定明以提督记名 赏伊伯德恩巴图鲁名号 欲有各省总兵缺处 先行情职简放 赏穿黄马卦 后补郎中林维元以道元贤后补 张立成 张立成卓以守备尽先补用 并赏代花铃 赏家都司贤 总兵曹志忠 张高元交部从幽易序 亲奉慈离 慈离章 库仪赵玉庄成皇太后一旨 国于内堂节省向下 发去银三千两 卓刘明传 传旨赏给参战民众 亲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对我们这么好 可真是没有想到啊 是不是啊 我说那个 够了 别说了 就是 绝帅如此亲眼疏宽 令孙开华无地自容 受此候赏实在有愧啊 此番激龙血战 哪一个人不是出生入死 履历其功 可绝帅独赏襄军 这样做也同样不公平啊 绝帅自愿让功 真是可敬可配啊 但是怀军那么多的将士 得不到应有的奖赏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怎么奖赏 是朝廷的意思 哎 朝廷还不是听绝帅的安排吗 绝帅既然如此 受伤者有愧 无伤者寒心啊 你们说 这绝帅为什么不听我们说话 连刘傲那老东西都听我们说话了 我这 大帅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你心里能舒服吗 那我不舒服又能怎么办 这是一个伤心有振奋的日子 中国政府向我们正式宣战了 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吧 他将与法兰西的光荣永存 诸位也将与这光荣同在 你们撤离以后将归国带兵 我将俯孤拔的舰队独占 我们暂时都要离开中国 不过请大家不要悲伤 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大清王朝将俯首成臣 更疼啊 刘明传此番摆明了让功 你的奖赏就让人不服气了 他真是心身似海啊 老夫都不知道该如何看他 刘明传在红二的世上有恩于我们 此次有这样我看还是意在弥合相怀啊 原本我对他心存感激 可这次倒让我想起一句老话 一欲取之必先欲之 就怕世恩在先世卑在欧 也怕他心中不轨 到时候咱们就没法张口了 敖宫不必夺虑 今天大家是对事不对人 刘明传要是有余理余法不容之事 我自当禀功处理 此刻台湾已是风云莫测 你我许多加小心啊 奥公放心吧 开华明白 决帅 决帅老夫还有一情 请决帅再上奏折 为淮军将士请功 哎呀 哎呀 林兄啊 你这么说是折杀我呀 我的部下全是我自己的孩子 没有不疼哪个孩子的道理 林先生 我执军有我自己的方法 请你原谅 恕难从命 这 决帅 我也认为 不给曹志忠将军和他的部下论功行赏 好像是不太公平啊 我的部下他们全是军人 作战杀敌是他们的职责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谁也不能活到现在 所以我们基隆的所有驻军 应该感谢的是你们 谁也没有资格邀功 二位请坐 招待 见来人怎么不打招呼 站住 今天这是怎么了 赏的也不对 不赏的也矫情 秦水 孩子不就是耍点小性子吗 耍什么性子 你不是军人呢 军人打仗是不是应该的 怎么了 仗还没学会怎么打 学妖功比老病游子还任性 人家马来世元 人年纪这么小冒着生命危险 我应该怎么赏他 应该怎么封他 莲花有大头目 奋不顾身替咱们打仗 人家要功了吗 好帅 舒爷爷我 好了 算了算了 去吧 绝帅 我已经联络了很多族人和各个部落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作战 他们斗志旺盛啊 绝帅 您是为了我们 保卫我们的台湾 我们台湾人决心跟随绝帅 同生死共患难 是啊绝帅 好 你说吃一个不饱吃两个不饱吃到第三个是饱了能说是第三个烧饼的功劳吗 这两个都不行 怎么说外来增援的就是老大了就是老子就是不服气 咱们淮军这些年受尽了湘军的气 本来指望刘军帅来了咱们就有靠山了 该翻身了吧 这倒好连个公平都没有了 曹军们怎么啦 你说什么呢 军们 大人 你说什么呀你 你说什么呀你 曹志众你干什么 老曹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急着 说实话 你尽管问吧 你和你手下的那些老弟兄是不是在心里一直瞧不起我 决帅何出此言 赏发不公我们自然会吵一吵闹一闹发点脾气 要是能把你吵得灰心转意啊 那是我们的福分 要是你当耳旁风啊 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心里没有丝毫对你不敬啊 是吗 那我真是要领你们的情了 不过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 我现在瞧不起我自己 为什么 当年 引龙河一战 你也在场 是非曲直 你是很清楚的 对湘军将士 对死去的鲍春亭活着的孙开华 我刘明川的确是问心有愧啊 可是我内心再有愧 我也不该把你们的功劳记在湘军的头上 我刘明川一个人欠的账 不该让你们大家替我还呢 绝帅 话不能这么说 怎么是你一个人欠的呢 引龙河一战 会败为胜 冒功领赏是咱们怀君一脉 不是你一个人做的 我曹志忠在那一战里 也是加功尽绝 要说心里有愧 我也一样问心有愧啊 多少年来 我也一样听不得引龙河三个字啊 那么现在呢 你还觉得对不起湘军将士吗 你和张高远 你们大家的功劳 可都记在人家湘军的账上了 所以啊 我心里也踏实了 这块石头也窜落地了 诶 绝帅 闹了半天你是 我这是在帮咱们大家修来世啊 咱们怀君男儿 一向是宁愿人欠 不愿欠人的好汉子 这一回说是忍辱负重 不如说是扬眉吐气 绝帅良苦用心 属下是明白了 老曹 以往咱们打这个打那个 说白了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把戏 成王成寇又怎么样 胜不足辱 败不足休 现在不一样了 咱们现在的敌人是法国人 先帝也是被他们气死的 圆明园是他们烧的 什么叫不共戴天 这就叫不共戴天 不错 马尾那个惨状 咱们不用亲眼目睹 也大略可以想象 等法国人回到老家去 会跟人家说 我打败的是湘君还是怀君呢 不会的 人家只会说 我们打败的是大清的军队 大清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 我们是一荣俱荣 一辱俱辱 而且是合则共荣分则共辱 合则共荣分则共辱 属下明白了 明白了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 军营茶哨 安抚属下 让他们看看你的大将风度吧 遵命 爵帅 属下有一句话 一直想说都没说 说吧 重新回到爵帅的麾下 得您调遣 我曹子忠三生有幸 我们怀君而郎 也不枉十几年的苦苦等待 我呀 还担心呢 早晚有一天 我刘麻子指挥不动你们了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我曹子忠三个字倒着去 好 来 剑善 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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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剑 剑 这个 再剑 再剑 剑 快快 剑呢 老佛爷 您不能这样啊 咱们宫里有规矩 再勤再剑 也得四碟四碗啊 这是祖宗的定制 祖宗的定制啊 祖宗的定制 祖宗知道咱们大清到了什么地界了吗 起来 起来 你撤不撤 你不撤我自个儿撤 好 撤撤撤撤 今儿个是先皇的季日 是 传旨 一例绰朝一天 是 纯亲王李鸿章留下 是 李鸿章朝房候着 纯亲王东暖阁刺剑 是 这些人 林凯 爵帅 委员有点事情想找你单独谈的 里边请 哦 就在这上面 绝帅 我想问问您 朝廷跟法国人刀兵相剑 争夺台湾 争的是什么 台湾是大清的疆土 我们争的当然是一个疆土永固 金欧无缺 那么人呢 人心呢 林先生您这是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人心 你还要不要 当然要了 没有人心何来天意啊 没有天意之所归 我们来台湾干什么 就算你疆土再大 也不过是折兵之地 葬身之处啊 那么你既然中天意 心弥心 为什么还要把内地的那一套做派 拿到台湾来 照方吃药呢 台湾的老百姓 把自己的血汗钱 棺材本都捐出来 给你们助享 可是你们的官吏 还中饱私囊 林先生 您说的是谁啊 猪手膜 他做了什么 我雷维员会同热血弑身 点加卖产 凑出了五十五万两白银 输入君主 劫你的燃眉之气 可是 今天我长了个心眼 去梁台查验照 他将我拒之门外 推散祖寺 是我暗赌陈仓 拖人进去查账 查出的结果是 是什么 是我们捐献的银两 变成了四十五万两 另有十万两不知去处 这是梁台抵当的抄件 这是我们捐银子 所领到的平单 请结算过目 混账 凤年有蚊虫 黄年有臭虫 和谐也不挑个时候 林兄 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但我就说一句 台湾不是大陆 谁要把大陆这些臭毛病 给我带到台湾来 我一定让他毁之不及 太后 彻验检善之事 已经传至朝房 大小臣宫 无不为圣母皇太后 忧心天下的圣恩浩德 行了 行了 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大小臣宫 你说说 那些大小臣宫们 哪有一个能指望得上的 太后 当此内忧外患 臣不能为圣宫分忧 亏裂朝堂啊 行了行了 七爷 我检善撤善 是冲着那些军机处的 衣裳架子 又不是冲你 起来吧 谢太后 可是马尾 怎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以前打不过人家 说是没有海军 现在是有了海军 结果呢 让人家堵在家门口 当靶子打 从前的账 可以记在六爷的账上 可是马尾的事 千秋万代 人家都得记在你七爷的账上 张佩伦勿国呀 张佩伦勿国呀 清谈勿国的 我一个个都不会放过 这 可是眼下我们要做的 是给天下的兵将提个醒 试图者斩 这是大清的第一国法 第一天条 是 中法战事崩溃于越南 现在黄桂兰一死免罪 可是唐炯徐元旭 临阵脱逃 一害万端 现在还积压在狱 苟延残喘 使得民怨沸腾 民气难深 他们两个 我早就想处置 可是宝举他们的人 还位列朝堂 我总要给这些 朝廷重臣们 留几分薄面 眼下更要紧的是 怎么要让天下的这些人呢 不再出现唐炯 徐元旭 我尤其担心的是台湾 那是孤悬海外 万一沦陷了 咱们怎么收复 太后 不管怎么说 刘明传绝不是临阵脱逃之辈 为了出山 为了去台湾 跟我们 跟左宗棠 跟李鸿章 跟法国人耍了多少心眼啊 臣敢担保 刘明传愿意战死在台湾 说是这么说 可是我还是在想 我们该为刘明传 再做点什么事情 才能让他死心塌地 你想过吗 要说对刘明传 知根知底 那还得数理红章 既然他现在在朝房后旨 何不宣他进来 让他明白回奏 也激发激发他的天良 也好 绝帅 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 我想找你聊聊 我的好绝帅 现在的军情这么紧急 我抓丑响 您抓备战 咱们是各负其责 您看咱们现在 夜以继日的忙 哪还有时间 闲聊天啊 愁想 愁得怎么样 现在呢 市民是踊跃捐献 加上我们开源节流呢 还是初见成果 听说林维元林大人 和他的朋友 也进行了捐书 不知捐书的数目如何呀 尚可 尚可呀 尚可 听说这是最近最大的一笔捐书吧 实际的数目到底是多少 总有几十万两吧 这边的词 我只能做着一笔的事 是一笔的事 我只能做着一笔的事 你不相信 我只能做着一笔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